现在不管是我们模型做好了 或是绑完骨架 甚至已经调好动作了 我们都可以回头去帮我们的模型上材质 Brender 任何商机软体的任何制作流程都可以我们可以往回 去制作 然后我们这里我们先来讲一些关于材质的一些基础 材质在Brender我上方他也 之前讲过的 他有一些预设的一些界面 可以让我们来上材质 在我们基础课程也有讲到 这里我们一样装案我们就把 一样复习Shading 我们进到Shading模式之后我们可以选到模型 或是 这里可以New去新增一个材质或是我们右边这里 我们可以按New 为我们的 蛋 新增一个材质 强烈要求 我们在这里 帮我们的蛋命的材质命名 现在是因为场景只有一个物件 你可能会觉得没命名没关系 但是当场景物件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有没有命名是件 影响很大的事情你会找不到你的东西 好 对于材质 这里来做一些基本的说明 预设创建材质后预设他会给我们一个BSDF的预设的材质 然后在 在blender 一样我们要创建里面改换 不同的材质也是一样 按Shift A去创建 这里有一个叫Shading 这里有很多预设的一些 材质球 对 这材质质感 然后其实最通用的就是BSDF 他是一个整合性的材质 像他你看这里有叫 DiffuseBSDF 他的功能其实就是只有BaseColor这里 跟Roughness Stay Shading Glossness 他这个 他就只有Glossness的属性 StayShader Transparent 透明 Sage Dismissing 这里的材质 BSDF他已经算是一个整合性的材质 所以其实通常大部分材质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材质来去制作 好 我可以开一下 快捷键 当然这里目前快捷键基本上跟之前的一样 清除啊 Shift A 创建 按X做清除 好 好 我们蛋 这颗我想要做一下比较偏一点红蛋 反射的蛋 我们这里就可以让他上一点 要暖的一点材质 然后我们的高光 希望他蛋是光滑的来粗糙的 让他蛋反射多一点 其实蛋应该其实都蛮雾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对我们的蛋做一个很基础的 颜色 颜色 甚至我们想要对这个 颜色我们想要做漸层 也是可以的 不过这里 材质不是我们主要的重点 我们 这里材质我就做这样简单的说明 大家可以 主要最长条的就是让他 我们让他 高光的程度 粗糙的程度 跟颜色 就可以给我们 蛋对一些最基础的材质 就算了